安波华语足球快讯 2022年11月24日 C朗原段红魔鬼 世界杯小组赛季战正酣 曼联官方宣布C朗拿度离开曼联的新闻 抢走各大媒体的头条 从7月缺席季前赛 到对阵热次提前离场 再到接受摩根采访炮轰曼联 C朗拿度今天与曼联正式原段 时间回播到一年多前 彼时还在阻迹 同样面对转会留言的C朗拿度长时间保持沉默 后来一度声称流队 但没过多久突然释放转会信号 在下窗结束前几乎以压哨的方式重返曼联 令阻迹措手不及 来到今年 C朗拿度几乎在上赛季一结束 就与只排在联赛第六的曼联摊排 连续以 家庭原因缺席球队数场夏季热身赛 但态度强硬的曼联始终不松口 于是转会闹剧愈演愈烈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C朗拿度回到奥托福球场时 几乎没人体恤阻迹方面的无奈 纷纷给这次重逢打上了回家的标签 但回过头再看这样的标签 却有些苍白无力 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为何局面变得如此不可收拾 再度联手 C朗拿度的确在曼联创造了多次高光时刻 比如连续五场欧冠联都有入球 对阵热刺时的英超第二年长帽子戏法 但也应该看到 C朗拿度的到来没能激发队友的活力 之前获得联赛亚军的曼联也没有更进一步 不但早早失去欧冠联席位 也仅仅是在最后一轮才确保欧洲联赛的资格 无法参加欧冠联是C朗拿度萌生趣意的直接原因 曾连续19个赛季参加欧冠联 习惯了在顶级舞台出风头的曼联7号 显然不愿意屈身次一级的欧洲联赛 作为欧冠联第一射手 已经取得141个入球的C朗拿度领先第二名的利安奴 美斯目前为129球12球 平心而论这并不是一个安全距离 即便C朗拿度不着眼于利安奴 美斯但也要看看后背基利安 麦巴比与爱宁 夏兰特二人在欧冠联的入球数已经超越了同时期的自己 曾表态我不追逐记录是记录追逐我的C朗拿度自然想尽可能在欧冠联中扩大优势 可偏偏欧洲联赛官方以C朗拿度的照片进行赛事宣传 令人哭笑不得 C朗拿度在赛场上感受到了岁月不饶人 在场下也体会到了从巅峰时期有市无价到如今有价无市的落差 文迪斯忙了一个夏天 被媒体曝光有过接触的球会不在少数 但谈判从来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 面对传闻 拜仁车路是这样财力与竞争力兼备的球会纷纷 以不符合舰队思路将C朗拿度拒之门外 C朗拿度即便降薪但依然高昂的薪水让拿玻璃和事恶亭高呼 要不起 马体会的球迷直接打出横幅明确表态不欢迎他的到来 到了最后 甚至一些低级别球会也以调侃C朗拿度的方式蹭热点 随着C朗拿度接受摩根专访两部分完整内容出炉 C朗拿度公开自己对曼联主帅坦哈格 球会设施等多方面的不满 之后曼联官方发布公告 C朗拿度离开曼联 其实想想当年费格逊 Alex Ferguson 智下的曼联 没有任何球员敢凌驾于球会之上 即使巅峰时期的避嫌 David Beckham Janny Roy Keane 和云尼斯特罗 Rude Van Nistelrooy 最终都被扫地出门 曼哈格刚接手曼联不久 成统还算不错 成统还算不错 资历上浅还不敢对这位球会功勋球员下手 只能慢慢的消磨C朗拿度的意志 来达到目的 没有C朗拿度的情况能够赢球 曼哈格的压力就会小些 其实这个赛季曼联 在缺少C朗拿度的情况下踢的还不错 正是因为C朗拿度感觉自己对球队帮助不大 上场时间逐渐减少 才会懊恼 任何巨星都不愿意看到自己陨落的那一天 如果C朗拿度能在世界杯上拿出出色的表现 那么他就可以在明年1月的冬季转会窗 找到一家他心仪的球会 一家可以满足他TO贯联 T正选要求 让他再次闪耀在顶级赛场的球会 在很多人看来 不肯接受自己变老的现实 是C朗拿度如今处境尴尬的根源 其他顶级球员在这个年龄 很多都接受了转型 不再奢求众星捧月的核心地位 但这就是C朗拿度 无论什么时候 他都不愿低下高傲的头颅 感谢你的收听 紧记关注我们的频道 还有要点赞哦